乔大圆柏因为有员工确诊 昨天停业一天 原本今天打算复业 但是有员工质疑 还有大批的员工 没有取得PCR 音信证明就急着开业 根本是网顾人命 一早有员工已经到了柜上 才知道官网要宣布停业 让他们白跑一趟 也痛提高层抱着开店的希望 员工只能够紧盯着脸书消息 才知道要不要上班 对此业者回应 一早接获经发直的通知 才知道无法开业 临时停业也是不得已的决定 他们根本不把员工的亲命当命 他们就只顾着赚钱 这么气愤 就是因为面对确诊者足迹 公司竟然一早才在粉专公告 惹得一票贵哥贵姐们 气到直接贯报专业 那明明就已经很早就知道 监护有确诊了 那为什么你还要坚持要开店 让员工再多跑这一趟 一般来讲 你应该是要停业个三千 做整栋的倾销 可是他们并没有 你隔天就想着要开店 还延后开店 他们就是死要钱真的 他们就完全是死要钱 员工不满地表示 暴露确诊高风险场域 说什么都无法忍受 把员工强制留在馆内 大部分员工都还没有拿到 快塞的阴性证明 让员工冒着风险去上班 是真的很离谱 面对员工不满情绪 排山倒海而来 不知情的员工还来上班 痛批根本被关在馆里 而且29号新北市府 公布11例本土确诊中 就有一例是板桥大人百贵姐 我们公司是以预期要开业为目标 我们要复检的话 我们不可能让我们的专柜是 没有人来上班的 所以要检查要通过 势必专柜的人就要在柜上 Stand by 新北市卫生局也公布着确诊柜姐足迹 20到26号之间 曾呆过板桥大圆柏 葬寿司土城金城路店 以及老串角居酒屋 公司临时不营业 不止民众扑空大批员工 更是当天才知情 整个怒火中烧 这里是邱友廷 张明杰 新北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